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认识中 中生会导生在的禄斗的凌乎一刀 你在这些国中不一样形式的生命中 地角 五鬼 中生丁种所受的痛苦 完毕快乐来得更多 其他 譬如人 阿修乐 家庭定制中生 这比人为是比较快乐 中生因为鼓 贪 清 七 万 忌 灵定 理性力道 中生因为鼓 贪 清 七 万 忌 灵定 理性力道 中生因为鼓 因为鼓起 离导生到出生堂 中生因为贪欲 离导生到忍得 中生的扇子 四 因为五万 离到生到天道 五 因为直到离到生了道 六 因为清灰 离到生到地角道 五 像人之后 做成勞毁的军园五,三 1. 向上的助悟观念 2. 特立时尊的助悟观念 3. 自人应该得到什么 没做到什么的喜盘修缓 3. 自人应该得到什么 中心在消毒部分 在地道解脱进前 会不断在六道中流转 每一刻的部分 都来自于其正习的部分 没有开始的关头 它不是有外在的东西 所欣喜的 无量 虽然没开始 但居有结束之时 它可借由两五行成的地肥所正度 这种地肥就是对一切 在地肥所欣喜的地肥所正度 不准不准 在消毒集中的出五官联 在消毒集中的出五官联 一集由此理性的五度烦恼了后 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加清明 当时也能够接受一切 所不得 不内地肥位 不内地肥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了解人生不便一世 对当苦思乱经为亲立宿客 寂寞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并且面隔地摆出既有先的出秀 1. 说 父教相信一切当心 改古生佛经济 也就是佛性 它是一种 可以温温开悟的生灵 人原本变无需要那么多 也无必要拥有那么多 是人由梦无共的关系 才会要求那么多 感谢观看 世春的教会 可以让我们消毒一切的接着 在当我们一切的接着时 幸运的快乐 才可以幸运不便 感谢观看 在两天告发的开始 首先 我们要先去健康的动机 感觉发心 也就是 保体心 感谢观看 我们从心所欲望的努力 就是对着快乐 但快乐对对你来呢 快乐是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虽然通常 我们的心中 我们因为痛苦和快乐 都是由我才来 但苏世春 我们的心 这是快乐和痛苦的均匀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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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気分寂や食汗 我们的心很容易就受到 幽变到生气的策略导舍 离了动 我们用无真实的眼光 看到人感觉 我们用无真实的眼光 但他们看起来 确实现体非常真实 离不变 所以这 也是当他们破学时 我们变得感到 疼痛的原因所在 我们变得感到 一个对众生充满极大悲心 对主佛鼓祝极极大健身的人 无论将会领受到 一切做好 佛祂的家旨 佛祂的家旨 来到某一天 有望受惊的水浴 若这样 将人有时受力 无疼的孙子 本身的家乞力 也不会消失 真正的家乞 这些是如何自身 正悟生一个寇团 寇管 这我们可以 由旧家习家来地点 为何我们需要有公带的主比心 因为众生 偏文公带的悉空 因此 咱们也会有公带 偏文公带的主比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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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001-6766 铺铭台湾救狗协会 高雄市凤山区保生路248号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广邀大众响应如数一日活动 当日有免费意见 佛教中山书方发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业台南分会 开设植灾课程 日期7月8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联络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公目福恩 欢迎提早来点报名 佛学名词 灌顶 灌顶是佛教密宗 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但是什么是灌顶呢 在古印度转轮圣王的太子 要即位的时候 转轮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 代表从今以后 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 你要接触你父亲转轮圣王的位子 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后来佛教中将这个仪式 衍生到佛教来 在日本的真言中这么解释灌顶 大致如来以智慧的般若法水 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 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 在秘中灌顶叫做授权 也就是透过灌顶 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 身口意 身我们要比手印 口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 意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 以及种子字 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 但是相对的 灌顶也是一种责任 从今天开始 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 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 慈悲利益众生 我受了欧命佛佛的灌顶 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灌顶除了授权 除了资格 也是一种责任 至于灌顶是不是真的透过种种的仪轨呢 是的 有可能上师会用一个宝瓶放在你的头上 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 灌顶有瓶灌 密灌 智慧灌顶 以及慈意的灌顶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透过灌顶的仪式 能够转化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从一个凡夫进而成为一个佛陀 但是是不是完整的接受灌顶 就要看我们内心有没有得到净化 未来的行为有没有越来越像佛 或是菩萨的行为与修行 这才是真正得到灌顶 念佛伤净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